研发牛旁红酒面包的就是他 72年次的陈义工 16岁就投入烘焙业 本身是归来人的他 甚至当地农特产牛旁 具有高营养价值 为了提升牛旁效益 所以临近一动 研发牛旁红酒面包 包入牛旁内馅加以塑形 待发酵半小时后 就可以送进烤箱烘焙 只要8分钟时间 牛旁面包新鲜出炉 看似简单的制作手法 过程一点也不轻松 内馅的话我们是 经过用糖先下去研制 然后研制完以后再用红酒 下去焖 差不多焖要焖一个两个小时 一个两个小时它才会入味 它现在吃起来红酒味道 才会有很重 外观和法国面包没两样 里头却包满了扎实的牛旁丝 咬劲十足还散发着红酒香 吃过的人都赞不绝口 很香 有吃到那个 那个牛旁 不说您可能不知道 这个牛旁红酒面包 可是花了陈义工将近一年的时间 才研发成功的 其实是蛮困难的 因为要去客服它说有可能会酸掉 因为你外面放太久 因为它是新鲜的 所以它会氧化 氧化的话就会变得 放太久的话它品质会变 会带有一点酸味 其实它不是坏掉 它只是带有一点酸味 它会有点酸涩的 都是牛棒 它牛棒渣它丢下去的时候 它因为它有水分 水分的话它会被面团吸收 也是它会切断面团的面筋 导致它搅拌不起来 它就是比较容易 比较容易掰掉 因为它水分太高 有牛棒渣它会切断面筋 所以它发酵的过程 有时候会发得很快 有时不会发 它会把它的酸 整个绑齿就完全导致不会发 台阴也不行 台湾也不行 除了牛旁红酒面包 陈义工还开发牛旁蛋糕 牛旁饼以及牛旁鲜奶棒 提升牛旁利用价值 带动产业发展 从民国89年开始 就一直辅导 这个牛棒产业的开发 那到现在为止 我们也很高兴看到 有重来的业者 各种都配合相似的产品 包括之前的五毛肉丸 到现在看到的牛棒面包 牛棒饼 这些丁丁产品的开发 社区很高兴 希望以后相关的业者 都可以结合台湾的商业 再把这些台湾的产品来发展 牛旁红酒面包一个100块 因为归来地区生产牛旁 当地民众不觉得稀奇 反倒是深受外地民众的喜爱 由于制作费时 所以一天限量50个 如果您也想品尝它的美味 记得动作可要快 评论新闻 蔡立华 刘正好 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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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